這個東西是 我不知道已經怎樣走這麼久 我讓他想說我也很想看 沒有沒有 我也沒有 因為我們在片場 我跟阿澤是沒有辦法去摸著前面看 我們是杜絕在營光 就是小摸前 我們就拍然後很專注 所以其實我自己會很期待 富多的上映 因為富多的環境 歷史背景在說的 所謂的身份的問題是 是真的很需要 我覺得應該要趕快 讓大家看到的一個東西 電影並不是在批判 其實 其實我不是很想講 因為我覺得 其實公斤數是一個數字 但其實 主要是我覺得 我必須要對得起星傑 或是李玲他找我 從台灣過來演戲 那我不想給大家的感覺是一個 我是來自一個台灣的明星 那我寧可希望 我是一個來自台灣的演員 然後我們有幸參與到馬來西亞的這個製作 那對我來說 我必須給他足夠的尊重 可是我必須要說服他們兩個人 讓他們 最早的一個作品叫 白禮 我是在演展看的這個電影 然後我對他演出 他的演出又非常的深刻 我覺得他有 他這個演員有一種很深層的特質 跟別的演員很不一樣 我覺得很適合這個角色 所以我就跟 就跟點個皮 然後結果林當然也 也覺得很好 因為 本來看來就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所以我們就在創作的時候 那時候就定了兩個 結果我們就沒有經過本人同意 我們就把他放在我們 就沒有經過本人同意 當初我有跟偉珍 因為偉珍是第一次我的制片 她第一次知道我要做的案子 她鼓勵我做 可是後來我跟團隊說了一個要求 我說 我想找李星杰做這件事 如果他不答應的話 我有點不太想做 可是我不懂為什麼 我那時候很想做這個事情 然後 然後 因為他們就跟我說 我還見他們跟我說 你確定嗎 他是Superstar的 然後 你會面對很多靠 就是挑戰 我真的要謝謝導演 監製 然後哥哥 我覺得 這是我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成長的機會 然後 也謝謝他們真的給予我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作品 可以讓我去 學習 然後發現可能自己 不足的地方還是怎麼樣 就是 難得可貴 這個機會真的難得可貴 那畢竟也可以跟哥哥合作 在他們的身上 我一直現在都看到他們頭上有字的 你知道嗎 哥哥的是看 然後 然後新年級的是教 然後導演的是學 然後導演的是學 他們 學會